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气象武器这个词 现在有国家拥有了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气象武器 顾名思义 气象武器其实是利用现代科技 人为制造暴雨 洪水 海啸和地震等自然灾害 改变战场环境 以达到军事目的的一系列武器的总称 而根据气象学家的推测 仅一个强雷暴系统释放的能量 就相当于一枚250万吨当量的核弹 可想而知 一旦自然现象中所蕴含的能量 被人类所利用 那么结局必然是可怕的 甚至敌人可能会自始至终 都没法找到证据证明这是谁干的 那么问题来了 气象武器已经在战场中出现了吗 美国又为何不顾联合国的禁令 和全世界的抵制 还要大力研发气象武器呢 其实气象武器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在战场上呼风唤雨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科幻场景 早在二战战场上 我们就能够找到气象武器的踪迹 1943年 美军为掩护军队顺利渡过意大利的 乌尔图诺河就曾制造了一条农物带 当年 德国其实也制造过农物 甚至还研发出了小规模的龙卷风大炮 试图通过这种气象武器 来摧毁盟军的轰炸机 由此可见 其实从二战时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尝试控制战场的天气 并将其作为武器使用 不过 从某种角度来讲 真正让人们见识到气象武器的威力 当属美军在越南战争时期制造的大力水手计划 在这场战争中 美军先后投入了2000多万美元 派遣2.6万架飞机 利用东南亚多雨的气候特点 在越南上空 先后投放了将近480万吨催雨弹 也就是点化银 秘密进行人工降雨 其目的就是利用洪水冲毁 藏匿于崇山峻岭之间的 胡志明小道 据悉 美军这次行动将胡志明小道的雨季 硬生生地延长了30到45天 导致许多地区洪水泛滥 同时有效限制了北越军队的补给 在此之后 美军也多次将气象武器运用到战争当中 你知道气象武器的威力有多大吗 发展到如今 人们早已经不再局限于战场上呼风唤雨 而是致力于开发更具杀伤力的气象武器 比如说高温武器 致寒武器 海啸风暴和化学雨等等 以化学雨为例 它主要是由干冰食盐 点化银和具有高酸性 高腐蚀性的物质构成 在催雨的同时 还可以悄无声息地加速武器老化 或者导致人员伤亡 这种漫长且杀伤性巨大的特性 的确和原子弹有几分相似 实际上 如今很多国家都有气象武器的相关研究 比如说老美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老美在气象武器这方面 的确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早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就建立了一个 专门用于研制环境武器的 麦金来气候实验室 在越南战争期间 用到的气象武器就来自这里 等到1947年 美国又尝试着改变飓风的风向 将它引致洪多拉斯 并趁此机会扶持亲美政权上台 据悉 这场灾难最终导致当地1.1万人丧生 其次在1993年的时候 美国还开启了一项名为 高频主动式极光研究的计划 并在阿拉斯加半岛上建成了实验基地 这个计划拥有全球最高功率的 短波无线电发射器 它可以改变地球的物理层 进而影响到平流层 对流程和电力层的结构密度和对流 能在战争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虽然老美多次表明 这项计划是用于科学研究的 不过在相关文件中 却强调该计划能够改变指定区域的气候 使敌人不能反击 此外 美军还有人为制造飓风的烈火计划 和制造闪电的天火计划等等 你知道为什么联合国要禁止气象武器吗 苏联也曾研制过气象武器 在二战中 为了阻止德军的进攻 苏联开始使用气象武器 让莫斯科周边的气温急剧下降 使得寒冬提前降临 最终帮助苏军击溃了不擅长寒冬作战的德军 战后 苏联又成功研制了一种 用核武器来制造地震海啸的气象武器 并将其命名为火山计划 除了美苏这两个大国以外 气象武器也在英国出现过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确在气象研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也曾用人工降雨来抵御灾害 不过 我们从未将人工降雨作为威胁他国的武器 并且在越南战争以后 联合国于1977年正式颁布了 禁止为军事目的的使用环境质变技术公约 在1992年 联合国又发布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再次强调 禁止发展和使用气象武器 因为虽然气象武器的威力难以估量 不过它们有明显的两面性 它是通过向外界释放少量能量 来引导自然气象改变的武器 这就意味着它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中 会产生许多的不可控因素 因为地球是一个整体 当一个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地震 其他地区不可能不受影响 不过 虽然联合国明令禁止使用和开发气象武器 但依然有不少国家 青睐于它的威力 还在继续研制 那么 你觉得气象武器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